第1757集 听完以前莫这一整个月的遭遇 云琪忍着笑 一脸淡定地抹了把脸 也不知道是该同情呢 还是该可怜她这一个月 惨不忍睹的遭遇 毕竟 好好一个男的 男帮女装一个月 上厕所 还得偷偷摸摸地往南侧跑 陪酒的时候 还得忍受那些男人的骚扰 实在是挺遭罪的 穆三岁让你去执行这种任务 你这大年夜地跑回来 该不会是找她算账的吧 我说祖宗 你护短也不是这么护的好吗 你难道就不知道安抚一下 我受伤的心灵吗 为了你们俩 老子这一次牺牲可到了 也不能说是为了我们两个吧 打击非法犯罪 不也是为了全京都 甚至全军国人民的安全吗 得 你们俩 一个闭口出气的 一前莫轻哼了声 踩下刹车 在木工馆门口 把车子停了下来 可你似乎也不是很想知道 我这一个月卧底的成果吗 亏得我一有消息就跑过来 两个都是没良心的 没有没有 我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哦 只是觉得你化妆成这样去执行任务 也挺不容易的 快过年了嘛 你这次回来过年 应该不回去了吧 看情况吧 如果这个年 京都四处平安无事 那我就能过个安省的年 如果一旦出事 呸呸呸 不好的事情 你还是咽回肚子里去吧 芸汐最怕这种 一语成奸的事了 说了反而容易出事嘛 而且快过年了 尤其是那些恐怖分子 还在外头蹦的 她怎么都觉得不安心 行吧 你当我什么都没说 一切莫推下车门下去 两人刚进屋 就看到穆飞驰从楼上下来 一身居家打扮 闲视情郡 看到两个人一块过来 穆飞驰转头看见芸汐 不是回大院了吗 事情解决了吗 嗯 刚好在赶上口碰上了 就一起上来了 听说你让她去执行 特殊任务 有情况汇报 所以我也来听一下 穆飞驰点点头 转身走到沙发里坐下 脚跌着腿 漫不经心地打量着 一前摸着 妖娆的女人装扮 似乎不管过了多少年 看到她这副模样 她总忍不住要打去调侃几句 阿姨当年应该是 把你生错性别了 你说生个女儿哪不好 非得把你生成这样 穆景芝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一前莫走了过来 扭头趁芸汐使了个眼色 她的男人 她要是不拉着点 凑一块欺负她 她可是会记仇的 穆飞驰他的贪手 不打算在这个话题上继续 直接跳过道 秦茂 说正事 你这卧底的一个月 打探出什么消息了 这次搭线的 是个军火贩子 手下了一个马前卒 我费了很大的劲 才跟他搭上线 他上头还有一个老大 叫金戈的人 这个人嘛 我让情报组的人查过了 说起来 还真是个十恶不赦的家伙 手里头的生意 不仅涉及军火 毒品 还有管卖妇女儿童 你们之前查到的那条军火线 确实跟他有关系 而且我发现 韩红兵手下的人 也跟他有接触 具体交易什么还不清楚 我打听到 他们最近有行动 担心会在这个年底出事 所以急着赶回来提醒你们 务必要做好安全防范 请不吝点赞600 请不吝点赞600